欢迎 尊敬的校长 各位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安安 是2014级石油工厂专业的学生 能够留心和大家 相聚在著名的新安石油大学 参加2018年毕业典礼 并作为留学生发言代表 我感谢新安石油大学 给予我巨大的荣誉和肯定 在此 我要先谢谢那些 帮助我实现了梦想的人 以及为此次典礼顺利 召开所付出汗水的人 首先 我相信 教师是社会中最有担当 也是最重要的艺人 因为他们专业的事业影响着 世界的未来 我想特别提到一个人 在我学习中 他一直给我灵感 一直支持我 那是尊敬的汪梅老师 我非常的感谢他 在我们庆祝毕业之际 没人知道远方有什么等着我们 但我们需要知道 向着远方的路上 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 天到酬勤 尖到酬勤 水到渠成 生活的坚信 原非你我想象 我不敢给在座的各位老师 许诺言 但是我愿意和大家 分享一些 分享一些我的收获 我们要乐观 积极的心态 会带来积极的改变 你是唯一能够建立 和支配你的命运的人 由你来选择 脚下个路 从自己开始 清理你的掌念 相信自己 不要怀疑 设定合理的目标 有远大的梦想 并且归足 一切便宜 因你而有可能 永远保持乐观 不管别人 对你如何评判 你是唯一了解 自己内心的人 无论发生什么 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就这么简单 你是 你的命运 着墨着在自己的手中 要记住这一点 你想取得 你想取得 意向不到的成功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我要对意识 在背后 珍视我 从不会放弃我 让我失我的父母 虽然他们不在这里 但是 我认为 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的话语 能够代表 我内心 对他们的感谢 我对他们 非常的感谢 我非常希望 他们能够在这里 最后 我要感谢 我们院系楼的老师 和同学们 没有什么 比获得同伴们的肯定 更令人流鼓掳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 一定愉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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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